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早是天就为国争产 是江之路就为船又还 这些男儿荡为人间 是方是乱是长是短 是苦是天 何欲遇尽团断 是笔是墨都为爱破绽 是情是歌都为情作弹 这些男儿不留长谈 是真是假是曲是指 是黑是白 自由都候人间 天 日月啊日月 阳风转 上河上土 往西转 有水是大帅风云间 天的九旗下 阿滴英雄壮 天黑春秋团 天黑春秋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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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官 娃娃不放回他妹妹 也就常跪不起啊 是啊 听说呀 打着他也不走啊 就在这儿跪着 真可憐啊 哎呀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谢谢 谁叫你多管闲事 大人 求求你 如果我有得罪大人的地方 你就怪罪我吧 不要难为我妹妹 求求你了大人 我已经说过了 你妹妹已经送上京城了 你身为锦衣卫 不是负责将宫女送上京的吗 怎么还在这里 挑出来的宫女 已经有其他的人送去了 整个滕县 只有这位兄弟的妹妹被选中了吗 就是整个广西只挑出一个 这也并不稀奇 请问朝廷 请问朝廷 这次要招多少宫女 这是朝廷的事 不用你一见草民过问吧 那草民敢问大人 宫中要在民间挑选宫女进宫 必须有守谕 大人你有吧 你 如果你没有守谕 就是假传圣旨 狐假虎威 强强兵女 对 对 没错 尚民是给支县大人看的 你一个草民 有这个权利看吗 好 我现在就去找支县 问个明白 你敢 你要阻止我找支县大人 你有权吗 大人 别生气 我家少爷得罪你了 你干什么呀 你看 快走吧 就是太不像话了 滚 开开 找人把你们抓起来 走 这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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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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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滚掉 这人真是 岂有此理 这小子居然聚聚顶撞我 真厌没下这口气 来 来 所以呢 我请两位大人 来来 到清香阁这里来喝喝酒 消消气 你生气也是没什么用 需要你的时候吧 你就像个缩头的王吧 来 如果刚才叫是站出来的话 说接到了圣誉 那我在那个刁民面前 也不注意丢脸呢 是啊 是啊 这 来 去去去去 下下下下 大人 大人 有所不知啊 那小子不同一般刁民 见识粗浅 那小子说话 自自有据 据据有礼啊 如果我再站出来 为两位大人说话 那事情就更糟了 这个寂寞 是你想出来的 在本官没有想到解决办法之前 不能吃眼前亏 还是避避风头好啊 我硬是不露面 但也没办法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啊 本官已经查过他的底绩了 他是这里最大的临场 袁老爷的儿子 袁崇焕 跟袁夫人从东莞到滕县不久 原来是有来头的 读过诗书 难怪说话有条有理 胆色过人 那现在怎么办 让他不了了之吧 如果那个麦柴翰在外面 常跪不起的话 那又怎么办呢 看他能跪多久 我们以静制动 外事不闻不问 时间一久 这般刁民就把这事淡忘了 到那个时候 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 嗯 好 算是一条好记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俗话说 腹部与官斗 臭小子 你跟我斗 好啊 我倒要看看你 怎么跟我斗 三弟啊 你真胆小 二哥 明知那些监官斗不过的 更何况是锦衣卫呢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锦衣卫可以支捅皇上身边的太监 他们横情霸道惯了 连朝中的士官都怕他们三分 你 你还惹他们 刚才我查验观色 看出里面大有问题吗 可能那个蛇妹还在腾县 根本没押上经 哎呀 算了吧 二哥 始终是人家的事 你呀 就别管那么多了 哎 对了 有什么办法能打听到蛇妹的下落呢 当然最直气的办法就到衙门找观察问咯 衙门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大哥在外经商多年 或多或少应该认识一些 对呀 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啊 二哥 你不是想找大哥帮忙吗 三弟 这回你最聪明 哎 二哥 哎 都怪我多罪 哎 不行不行不行啊 大哥 这些打探一下消息嘛 怎么不行呢 孔芳 这世道要记住一句话 个人自造人间学 莫管他人瓦上霜 你知道那人多惨啊 你就帮他一次吧 哎 哎呀 我为了这个家的生意 已经忙得团团转了 啊 哪有时间管这些 更何况 他还是曾经偷过我们的木材 啊 已经放了他了 还要怎么着 再帮他一次嘛 不过是举手之劳嘛 不行啊 不行啊 阿灿 你就再帮他一次吧 阳青 阿宇他 已经跟我说了 阿灿 难得你二弟 那么有侠义心肠 而且只是打探消息 也不会惹上什么麻烦的 你去走一趟吧 既然娘亲开口了 我只好照办 有话再先啊 只去问一下 不保证有消息 大哥肯问就行 哎 多谢娘亲 帮人是好事 不过 事可而止 我知道娘亲 我现在就去研读师叔 好兄弟 来 欢儿 谢谢娘亲 他来了 来 哎呀 又要下雨了 明天早上又很难上山去拔木了 哎 重换 重换 现在是在吃饭 你瞻忘什么呀 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大哥可能在外面打听消息呢 不知能不能打听到 别人的事那么紧张 读书能那么紧张就好了 就是 小莲 这菜怎么这么咸的 是吗 我已经试过了 不会咸的 哎呀 你还在顶嘴 来 跟我到那堂去 二哥就拿小莲打眼裤了 古灵精怪 哎 大哥 你回来了 大少爷 怎么样啊 哎 大哥 怎么样了 来来来 来 快说呀 大哥 怎么样了 到底怎么样了 那姑娘啊 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会这样 我在衙门找了官差 是官差告诉我的 怎么死的 听说 被锦衣卫强奸了 受不了耻辱 上吊死的 哎呀 真的是好可怜呢 哎 简直惨不人道 可锦衣卫说 送到金城去了 怎么会呀 怕事情闹大 才这么说 那姑娘的尸体啊 就埋在了山脚梁亭下 真是禽兽部署 嗯 这个世道啊 命剑如草剑呀 百姓 命剑如你又 二弟 这事已经清楚了 你就不要再管了 哎呀 吃饭吧 吃饭吃饭 先吃饭 我是不会走的 你这样等不是办法 我会等 一直等下去 那群锦衣卫 他们会放过我小妹的 老天爷是不会拆散 我们兄妹的 你再也等不到你小妹了 她已经死了 你骗我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还知道她葬在哪里 走吧 喂 我妹妹在哪 你要骗我 我就一拳打死你 就在附近 你在骗我 我早就知道你跟那帮锦衣卫是一伙的 你把我带她上来 是想把我妹妹带走 是不是 你为什么骗我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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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抛下你大哥 你不要离开大哥 小大哥 你冷静点 你妹妹已经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了 你闭嘴 说 我妹妹是怎么死的 你会不会一直在想 我 我 你 你是谁 我等你很久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妹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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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抓 啊 用滑子打 滑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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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快快 慢点 小心 为什么要救我 我不想见死不救 看你的伤口有多深呢 我不用你救 你再不止血就会失血而死 你给我滚 让我帮你把伤口包好 然后拿金窗药给你止血 用不着你那么好心 那天要不是你抓住我 我小妹就不会死 是你害死我小妹的 怎么说都行 快把伤口包扎好吧 用不着你那么好心 好 就算我袁冲冠害死你妹妹 也要等你伤口好再报仇嘛 你不要走开 我回家拿药 官府不会找到这儿的 回来了 娘亲 这么晚去哪儿呢 我睡不着 在三地屋里聊天 是吗 崇玉在房间吗 看来你是忍不住了 去找姓蛇的小兄弟 崇环 看你是人色匆匆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姓蛇的伤得怎么样 她伤得不轻啊 她两兄妹的命正苦 娘亲你不怪孩儿多管闲事吧 一天生仗义豪情 这是你的秉性 娘亲是想管也管不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会连累家人 这个世道 人人倡议明哲保身 勾结于世 活着等于死无益 所以娘亲 力劝你近身仕途 不是单单为博去功名 而是想你干一番事业 做一个男子汉 福从天上来 是祸避不开 如果真要连累的话 我无话可说 娘亲真的不怪我 难得你有一副狭义心肠 我怎么会怪你呢 谢谢娘亲 你不是快来拿金创药吗 是啊 那你还不快去拿 小心啊 原来你到这儿来了 原来你到这儿来了 他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索 我不认识字 不会学我小妹的名字 我不会学小妹的名字 那你小妹叫什么名字 我爹夫十字 叫我做舌大 叫他儿妹 我最后的我 我儿子 这儿就叫她儿子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美 这个女娃娃 你再去 好漂亮的烟花 小美 来 举起来 好 好玩 今天真好玩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这个小山头就像顺德村后的小山岗 我们回家想开个小饭店 好啊 大哥 我掌勺 你来做这小二 小美 大哥对不起你 大哥没有好好保护你 对不起 原谅我 原谅我 小美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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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别乱动 伤口伤得很深 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过 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宁愿死 也要杀了那个锦衣卫 你有能力吗 大不了同归于尽 值得吗 值得 当然值得 我要为小美剥仇 就算打赏我这条命 也要杀了她 你冷静想想 你妹妹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我知道你兄妹情深 但如果你妹妹全下有知 她也不希望你这样做 再说 刚才我听你说梦话 也说要跟妹妹回家乡的 小美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想回家乡了 你错了 既然你妹妹希望跟你回家乡 你还不爱惜你的性命 原某相信 你妹妹在天之里 如果她知道了也会开心的 原某更加相信 你妹妹希望你开心的活下去 我先回家 明天我带药和吃的来 你妹妹已经白白的送了命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地活下去 谢谢 那边出告示 你上椅子啊 让椅子啊 这个人的胆子真大呀 锦衣妹都敢杀呀 听说锦衣妹把她妹妹给奸杀了 那就该杀了 别那么大声嘴 给那些官差听到了 当你是重犯的 那兄妹俩这么可怜 举报她的还能算人呢 这个蒙面人是谁呀 当然是英雄好事了 多一些打包不平的豪杰呀 我百姓就有福了 走开 走开 来 走开 闪开 说你呢 闪开 来 喝酒 两位大人就来了 放下 两位大人 什么事啊 两位大人 你们官差把怡红院团团围住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生意了 放肆 是你怡红院的生意重要啊 还是本大人的性命重要 你不知道有人要刺杀本大人吗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就出去吧 是 我们走 哎 说来真没脸 堂堂几一位出来散散心 还要地方官差的保护 休杀我也 都是那两个同纪犯太厉害了 要不是大人身上带伤 以大人一身的武功和胆识 怎么会怕那屈屈的小毛贼呢 抓不到那个麦柴汉 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向上头交代 能否抓到那个麦柴汉 我一时说不准 但要抓那个刺客嘛 倒是手到擒来呀 哦 大人的意思是随便抓一个气死鬼 必要的时候 这未尝不是向上头交代的好方法 大人 还记得当着顶撞我的那个姓袁的小子吗 大人的意思是 刚才我在集市上看见这个小子了 大人认为他就是当晚的蒙面人 看上去有几分像 但是还不敢最后确定 只要有几分像就可以了 哦 大人是想把那个姓袁的小子 拿去当替死鬼 抓他当替死鬼 未免太可惜了吧 那 大人的意思是 以原家的家底 岂不是太可惜了 啊 大人的意思是想找个借口去敲他一把 至于那个刺客 随便抓个农民去顶替他 嗯 好 这一来可以向上头交代 二来又可以捞他一把 真是人才两得呀 大人好记呀 好记呀 哈 杨青 啊 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 一早出去又有什么事啊 没有 我想出去买点药物和干粮给蛇兄弟 他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大碍 听小莲说 今天一大早 官府贴出吉拿告示 说要捉拿你们两个人 我想官府认不出我 再过几天 等蛇兄弟伤好了 我再安排他离开这里 杨青 你放心吧 我不会连累家人的 事到如今 只好见一步走一步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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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究竟有什么事快说 有记忆为何官差来了 说是要来抓人 大人 你一定搞错了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重犯 是啊 小人认为一定是大人搞错了 胡说 咱们大人绝不会搞错 那 那重犯究竟是谁啊 就是你们原家的二公子 是重换 没错 大人 大人有什么证据 这位是 这位是老夫的夫人 原来是原夫人 请别怪老神多言 因为这件事设计我三个孩儿 为人母者听到又怎么会不紧张呢 刚才出言不逊 请大人恕罪 少说废话了 原夫人口口声声说要证据 拿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 老神愿闻其详 当晚节奏姓蛇的重犯 虽是蒙面的 但本人的眼力一向不差 我应该记得蒙面人的双眼 而这个蒙面人嘛 就是他 大人 你对自己的眼光就那么有自信 凭一双眼睛 你就能认出当晚哪一个是重犯 那当然了 大人 为了表示你处事公允 不会随便抓错人 能否允许老神 做个小小的验证 夫人 你想干什么呀 只要大人处事能服众 老神绝无半句怨言 好 这是干什么 大人 当晚的重犯 是不是这样蒙着面 是啊 大人 既然你言之作作 挺一双眼睛 就可以认出当晚谁是重犯 现在请大人 在我三个儿子里 挑出刚才 一认为是重犯的那个 只要大人正确无误地认出来 老神认由大人 将我儿子处置 大人 你没信心吗 就算你有孙悟空的七十二遍 也难逃我的法眼 嗯 就是他 大人 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犯 不是我这个儿子 他刚才一口咬定是二少爷 但是现在又认不出来了 这分明是胡菜乱想 小莲 怎么可以乱讲话 快点向大人道歉 对不起 大人 也许因为我那人多管闲事 为了蛇兄弟顶着过大人 所以大人怀恨在心 你 宠患 就要得罪大人 大人 也许因为当晚大雨连连 根本没有半点月色 令大人看不清楚 好吧 就算我没有看清楚 本大人现在对你三个儿子都有怀疑 我要带他们回去 重新调查 你 你 你给我住嘴 大人啊 万事可以商量吗 请不要把我三个儿子带回去好不好 你以为我愿意带你三个儿子回去查处吗 只是为了要查清楚这件事情 以免冤枉无辜 本大人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呀 大人啊 我可以证明我三个儿子绝无可疑啊 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 来 大人 来 来 来 老爷 怎么你贿赂朝廷命官 哎呀 你不要多事啊 大人 若是再有证据 能认得出来的话 老神任由你带我三个儿子回府审问 但若全无根据 只凭大人自己喜欢 就要又拉又锁 别说老神 所有百姓都不会服你的 再说 如果老神告上京城 大人就会有不少麻烦 你 老神有不少亲戚朋友在京城做官 只要我开口 相信他们都会帮我的 好 等本大人证据充足了 我一定还会回来 轻者抓人 重者我抄架 走吧 杨金 真行 你们哪 怎么得罪几一位啊 几位横行霸道 就连朝廷的官员们都怕他们三分啊 是千万得罪不得的啊 爹 娘亲心中有数才会这样做的 爹啊 我认为娘亲这样做是对的 若总像爹您那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处处相让 那样便助长了他们这些贪官无力的气 没错 爹 你看刚才那锦衣卫和出尾山贼的抢掠行为 有什么区别啊 只要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有充足的证据 就应该理直气壮嘛 他已经礼器辞穷 被我们活活气走了 对 你们讲的有道理 你们不要怪爹的啰嗦呀 锦衣卫是得罪不得的 以后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娘亲 喝茶 娘亲 想不到你一发火 连锦衣卫也怕你 娘亲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你在京中有做官的亲戚朋友 这是您娘亲这一生 第一次说谎话 原来是吓唬他们的 不过以后啊 你处处要小心点 嗯 我知道了 看来那雕妇实在难缠呢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 马上去把他们全家老少都给我抓来 我要让他全家上下不得安宁 大人 按那雕妇所说 抓人要有时平时据 否则事情闹大了 闹到京城去 下官这顶七品乌纱帽 怕也戴不稳了 何况那雕妇在京城又认识很多人 看样子这人缘关系还得疏通疏通 大人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什么 就这么算了 那不可能 姓袁的 走正路我拦不住你 走邪路我也要叫你家宅不宁 咱们就走着小 蛇大哥去哪了 爸 我都好 来吧 你看 老爸 我都好 我的好 我都好看 走 过来到这边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我带了一些金床药和干粮 我想你也该饿了 今天 我偷偷进城 知道你被官府通缉 他们认不出我的 来 吃点 我看你家宅不宁 凡事功名在梦中 是梦不如我永远 仰昏依旧手要动 仰昏依旧手要动 一生事也从长空 凡事功名在梦中 刺头不走不永远 仰昏依旧手要动 事功不走不永远 仰昏依旧手要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